我们再回到这个高博士这边 最近有两个很有趣的一个 在我看我们的群组 很多云友都在做讨论 韩市长最近也挑战蔡总统 他用所谓新三民主义 我们知道过去三民主义是 孙明先生提出叫民族民权民生 韩市长用很幽默的口吻说 新三民主义是民不聊生 民气可用 民心失变 他挑战目前执政的蔡英文蔡总统 我们来看一下郭台铭董事长 他提出台湾面临四个危机 他说他还抢蔡总统说 你的选举是不是有用国家的钱 他提出四个危机是国安危机 宪政危机 认同危机跟转型危机 有人说同样在挑战蔡总统 韩国瑜轻松一点 但是郭台铭似乎比较沉重一点 轻松跟沉重 我没有所谓是一定的价值解读 我请问一下高博士 为什么蔡总统提出 为什么郭台铭董事长 对蔡总统提出这四个危机 来作为他对蔡总统的一个批判也好 其实蔡总统其实马上当天晚上 其实他就开始召集一些幕僚 然后有回应 这是他回应的一个新闻 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边有写到一句话 还蛮有趣的我念一下 对此蔡英文竞选发言人阮昭雄表示 蔡英文总统不会用国家的钱来选取 反倒是郭台铭董事长要跟上世界潮流 像是智慧科技提升产业 都是蔡总统这几年在做的事 这一则新闻很有趣的是 郭董事长他自己亲自念了又念 然后他就问了我们一句说 这个做这个文笔是不太好 为什么用反倒是 因为看起来蔡总统非常的认同郭先生 在智慧科技提升产业结构上面的一些认合 所以他点出来第一个是说 其实蔡总统在这篇文章很感谢 他了解说郭董事长在做的这个方向 其实是跟这个现在目前台湾很急迫 要做的事情是相同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下一句说 台湾的经济呢 目前在美中贸易战的架构下 稳定的成长发展 第二季的经济成长率是亚洲市小龙之首 这句话郭先生就有意见了 他说呢其实蔡总统他之前有说过 他自己是半个经纪人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文章里面可以看到的是 他拿亚洲市小龙之首 来说明目前台湾在经济成长率 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比较 为什么亚洲市小龙是哪四个 香港新加坡 然后呢中国南韩 台湾南韩 那香港跟新加坡 其实香港从1997年开始一直在转型 现在目前已经是变成金融业跟服务业了 所以他已经不是所谓的用工业来做亚洲市小龙的这个比较 第二个新加坡呢其实现在因为他地很小 所以他在做这个工业 他现在已经不是以制造业为主 就留下了是像半导体职业比较高产值的制造业 但是呢他更多的像蛋马锡他们国家组业金金 他们投资的是所谓的这种国际医疗科技服务 所以呢你今天拿一个市小龙我们来看哦 这个数据是我们真的去比较他的一个出口的数字 你看他的出口成长率其实这四个 所谓的市小龙其实全部都是负成长 出口出口部分 对对对你对比去年来讲全部都是负成长 那你是拿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差的去比较 这样子有助于你 大家都差只是我比较可能差一点 对那我们其实这个郭董事长自己就昨天在开会就提到 他说其实我们现在不应该用亚洲四小龙来比较 而是应该用亚洲新四龙 他自己命的名字 所以亚洲新四龙有两大龙两小龙 两大龙就是呢中国跟日本 两小龙呢就是台湾跟南韩 香港跟新加坡目前已经转型了 所以他不应该再用这种实体经济工业的这种出口 来去跟他做比较 国民党不是每次都在亚洲四小龙 你看我们亚洲有满 我们都是亚洲四小龙 我们是三十年前都没亚洲好吗 所以你要用四小龙来比我当然就用四小龙 我捂一句话就好了 是一个合适的比较 没有人拿两万多的我们的国民所得 去跟五万六万比的 这不通的嘛 对 他们跟荷兰比跟北历史比 我说新加坡跟香港 看国民所得差不多五万跟五万比 两万跟两万比是这样比的 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郭先生 他其实他自己是说他很有兴趣 他去跟蔡总统谈这个议题 所以他后面会再做一个自己的直播 先预告一下 他亲自要上伙先直播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 这个板子上面的这个地方 他其实我们去分析 他实质出口的成长原因 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用GDP 来看出一个漂亮的数字 第一点台币贬值 你可以看到台币其实贬了5% 这贬了5%的数字 其实就帮助到所有的这些GDP的数字 他看起来好像变漂亮了 好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转单的效应 因为美洲贸易战 贸易大战所有的这些台商 他本来是要直接出口 就是从大陆出口到美国 他现在变成是直接从我们这边出去 但是这不是所谓的产业升级 这不是产业的升级 这只是台商 他们在因应这种贸易 转单的一个效应 他一个转单的效应 你不能够把一个企业应急风险危机处理的措施 当作是一个政府的政绩 所以其实不管不只是这个 其实张善政前行政院长也一直在批评说 不应该在拿这个四小龙之手的清晰成长律 来作为绿色政府的一个执政的政绩 所以他其实在做这件事情 他是有很多的想法 所以刚刚为什么文家哥很有趣说 韩国瑜好像谈这个比较轻松幽默 然后每次郭总谈这东西都很沉重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郭总他其实在看这些事情 他是很认真的钻进去去用他的经验去解读这些事情 所以刚才讲的韩市长 那个什么三民主意 什么民不聊生 民气可用 他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就用过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可以用轻松的语气引领人民思考的方向 然后呢重点在这里 讲的很有趣 我看看 然后呢 深层的解构跟回应 以及付诸行动的解决方案 才是每一个选民认真在看的东西 不好意思答对你 就是像那个爱情摩天轮 还有庶民赛车 我们昨天早上跟郭董在开会的时候 然后郭董第一天他每天都会看报纸 很早六点半他就起来开始做报纸的阅读 然后我们八点半开会的时候 他第一个问我们是说 韩国瑜市长昨天说了一个庶民赛车 你们知道庶民赛车是什么吗 然后我们现在就搭野傻的 想说庶民赛车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其实郭台銘董事长 他其实对于韩国瑜市长提出来的 不管是爱情摩天轮 庶民赛车 他都第一时间他是比大拇指说 这很有创意 怎么这么有趣 但是他下一步去看他的执政的实行的方式 因为他觉得落实很重要 不能只是喊口号 落实的方式还有裁员 就是你经济的来源 可行性 包括营运的一些评估等等 对就是说你很有创意 没有错 我们也都支持非常创新的做法 但是你到了实施面 到了你的财政的方面 到底有没有办法支撑 哪一个赛车是赚钱 那烧钱不是赚钱 他是一个经济 概念是搞错 对他是一个娱乐服务业 他也不是实体工业 所以其实这些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也是觉得 到底能不能执行是一个问号 毕竟是鸿海的董事长 看问题除了政治面 还有很多企业界的一个面向 可是不能不佩服韩国瑜 就是说你看他讲民族民权民生 他就每一个都 三民主义 对 对他就每一个都可以变成一个标题 然后很多的形容词 这些形容词作为一个媒体的标题的时候 那的确是会增加那个点阅的 所以他就会抢进很多的版面 说这个是他的强项 那可是你要他讲深入不好意思 现在没有人做这种要求了 我们要进下一段VCR之前 我把今天苹果日报里面 也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篇幅 跟大家做个简单报告 他说对换于郭董说我没有任何期待 郭董说要选总统我就独立参选 他说霸气的回应说 我绝不代表国民党也批1.6兆再留台湾 是假新闻最近特定的媒体 在批评董事长说再留台湾 那董事长特别把电子五哥的负债比例 把它列出来 鸿海是最大资产家公司 资产3兆1146亿 负债1兆7642亿 负债比是56% 伪创负债76% 合作65.9% 营业达73.8% 广达电子负债比例是79.5% 我想我们再看一下相关 最近郭台铭董事长一个 让人家蛮感动的一个新闻 过去加登精密公司的董事长 是前鸿海的员工叫邱明前 他这个他在脸书上po出 他多年前在鸿海集团上班时 领的那张薪水单 那郭台铭董事长就把他的 这个这个邱董事长的这个脸书把它转播到他的脸书上面 他说 他这个邱董事长说 以鸿海集团创办人的郭台铭为荣 他将创业家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今天的成就完全是到赤手空拳打拼出来的 他用这个标语说 Make Taiwan proud again 让台湾再次感到骄傲 再次以我们为荣 那这篇po里面有很多也提到说 过去台湾的这些企业家们 带着一脚背心 全世界吐吐吐吐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 具有开拓能力的一种时代的精神 也希望未来这个精神能够持续在台湾发扬光大 这是他第一张的薪水单 总经理郭台铭给这位邱董事长那时候他的员工 一万两千五百块 还有一个一万三千八百块 那个便手之足开创的时代 钱不多 但是志气比谁都高了 OK 我们来看一看董事长转po之后 他也在hashtag说 这一次我们在家打拼出去可以是为了回来 我们出去终究是要为了回来 家乡的月亮最美最圆 立足台湾赢得全世界 我们大小手攜手共战 Make Taiwan proud again 国务台湾董事长在他脸书转po OK 那董事长最近提到说要把蒋经国时代 小蒋总统时代的务实经脉外交的那个精神 把他找回来 他提出产业外交 经济禁政治出 经济禁利益出的口号 包括他也非常的尊敬 那时候的省政院长孙运选院长 我常用这句话跟关心台湾前途的朋友们分享 要能台湾优先 大家都在喊 拜托一定要先有台湾的优势 没有台湾优势 喊台湾优先都喊假的了 我也建议董事长 未来用企业家的精神 帮台湾建立一个叫做GOD 叫my guard 叫做government on demand 叫随区型的政府 不用插的事情 不用插 除了你到三天的时候 你马上就在行股票 这才是企业家建构的现代政府 以效率跟结果为基础的随区政府 叫做um炸的事情 一切除了你 我已经忘了的时候 来说 打倒命了 那是什么就做的 感谢观看